晚間9點 角度黑臂手拿雙槍 衝進民宅 朝老大見聞救世一陣狂轟 疑似連開九槍 無敵其他人嚇得竄逃 老大被當場擊斃 黑臂行凶完離開民宅 仔細看 他身上還穿著防彈背心 態度從容 就像是要來同歸於盡 黑臂轉頭把槍放在門口地上 隨後開著黑色休旅車 直奔台南事情大 張開雙臂說要投案 槍聲好像有聽到放鞭炮的聲音 老大見聞中九槍 身上有十六處彈孔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後宣告不治 這起槍殺案 跟之前當鋪業者阿傑 念殺案有著緊密關聯 被槍殺的老大見聞 做當鋪生意 兩名小弟黑臂和阿傑 幫忙經營 但黑臂因為手腳不乾淨 被退出截下梁子 阿傑挺老大 來跟黑臂協調糾紛 但黑臂小弟卻失手 追砍念殺阿傑 老大見聞震怒 對黑臂下追殺力 但卻被黑臂手持雙槍反殺 黑道恩怨情仇 宛如電影《古惑仔》 真實上演 我們也非常的遺憾 對台南市民也非常的抱歉 台南市警察局長方養寧 兩度清傷火線致歉 上任一個多月 凶嫌黑臂連續犯案 現毒手持播主 凌獵兩天 在教唆小弟追砍 撵殺阿傑 最後槍殺老大見聞 短短34天 黑幫大火兵死兩人 總共犯下三大刑案 阿傑有人 曾知道黑臂老家開車衝撞 嚇壞老人家 傳聞黑臂打算投案 但卻懷疑是老大見聞 下達江湖追殺令 才把心一痕痛下殺手 絕對不會做事 這種現象的一個存在 一定會追根究底 斬草竹根 警政書長陳嘉欽臉色難看 被槍殺的老大見聞出身 嘉義邦 就怕演變成跨縣市火拼 警方落狠話 向黑道宣示 不讓案件繼續擴大 記者來觀察王書宏 台南報導